我們把這個範例稍微改一下 然後這個地方的話 裡面主要就是說你要插入一些字串的話 還有就是取代 那比如說我這邊的話預設 把這個原來StreamBlog改一下 比如說Java程式最佳教材 那如果說我要做個insert 比如說我今天把設計這兩個字 我要把它放在這個裡面的話 那我就把這個放到這個位置 那這個一定要前面的話 然後必須給它6 那這6個這個部分的參數 實際上它不是一個index 它這邊給的參數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叫offset offset就是偏移的意思 就是說從頭 你就從第一個字往這邊算到第六個字 它就把這個字放在 就是設計兩個字放在第六個字的後面 這個是一個offset不是index 這邊有一些說明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 然後再來insert 然後呢在哪邊insert呢 在那個offset也是第四個字之後 加一個se 那這邊加一個空白se 所以我執行起來之後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就加入一個設計 所以在第六個字後面加設計 然後呢再加第四個字後面 就是Java四個字後面 加插入一個就是空白se 再來的話我把se取代為1的話 非常簡單用那個 用那個所謂的什麼呢 set char at 那at的話這個地方 也一樣是什麼呢 一個我們index 哪一個index 就是從index還是從0開始算 然後呢 後面加上一個什麼 一個char 所以這後面的話我們用一個 單引號 那再來的話呢 我要取代 那取代的話 比如說我今天喔 從0 index0到7 也就是0到7這幾個字 取代為JDKSE 所以原來的字串的話 原來字串是上面這個 所以這邊到4567 這幾個七個字有沒有 也是0到7 0到7這幾個 我要怎麼樣呢 把它取代為什麼呢 取代JDKSE 那這樣的話呢 我就可以從這邊去做取代 那特別注意這個是一個star star 然後end 不過特別注意這個star star裡面的話 它不是用index 應該是指的是第幾個字 所以這邊的話它不是用index 然後呢 取代為哪一個字串 所以這邊的話 稍微看一下它的相關說明 OK 那取代完之後的話 就取代為這個字串 那最後的話呢 把它做一個rever 反轉 如果將來各位有需要 把某個字串做反轉的話 後面有一個方法就可以rever 那失心之後的話呢 就可以把原來的這個字串 把它顛倒過來 顛倒過來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這個插入 跟這個取代字串的練習 這個畫面我已經把它放上去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畫面給各位看一下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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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